透過畫面可以看到遠方的建築石 不斷的透出陣陣的火光 現場不斷竄出濃濃的黑煙燃燒的味道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刺鼻 民眾光是靠近就痛苦難耐 只能眼珠口鼻完全不能呼吸 颱風天南部地區一點都不平靜 在屏東縣的東港泰安醫院 今天早上金船火警 可以看到現場的所有病患 通通都在一樓的外頭 甚至還有病患在治療的過程中 帶著點滴從大廳來逃避 那還有人是推著病床來逃生 現場是險象還生 目前消防人員已經貨包到場 出動人車灑水灌救 出不了解是颱風天 這個醫院機房的空壓機疑似故障 因此起火燃燒 我們來看一段現場的最新情形 目前相關單位已經對醫院的機房 防禁型斷電的處理要先將火勢來撲滅 而現場的病患以及家屬也已經通通都疏散了 現場的詳細起火原因還要帶火勢撲滅後 火吊小組來進一步調查釐清